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为救我白血病的哥哥 我妈不惜和他前夫戒种 生下了我 换骨髓后 我却被当类坠赶出家门 如今 哥哥旧病复发 需要换肾 这一次 我要让他心账旧账 一起还 为了救我身患白血病的哥哥 我妈不惜和他前夫戒种生下了我 配型成功后 我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多余的人 像个透明人一样穿梭在几个家庭 没有人在意我的死活 直到哥哥旧病复发需要换肾 他们才再一次想起了我 十八岁生日那天 我家餐桌上罕见地出现了一个写着我名字的蛋糕 四寸大小 除了人名外 唯一的装饰是一根竹签粗细的蜡烛 我刚进门 我妈就迫不及待地拉着我落座 继父叼着烟浆烛点燃 催促道 行了 快坐下许个愿吧 我不明所以地被摆了个双手合十的姿势 还没闭眼 面前的蜡烛就已经被我妈一口吹熄 恭喜婷婷十八岁生日快乐 蜡烛熄灭 我妈拉着继父一起生硬地拍了拍手 我看着蜡烛熄灭后生起的清烟 冷冷开口 说吧 这次又想要我做什么 我是我妈为了救我白血病的哥哥 向前夫借种生下的孩子 从小到大 我妈对我笑的次数 屈指可数 每次都是想从我身上搜刮血肉 去供养他时不时便会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儿子 这次想来也不会例外 果不其然 在我直白地问出那句话后 我妈将在脸上的笑容收了起来 婷婷啊 你知道的 你哥哥他上个星期又住院了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 我妈无比详细地向我阐述了我哥当下的病情 可我却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 我茫然地看着他一张义和的嘴角 眼前忽然浮现出我这十八年的人生 从我记事的那天起 我就知道我是个多余的人 我妈忙着在医院和单位两头奔波 我爸新娶了老婆 又生了一个儿子 继母压根容不下我 我哥是继父代大的 他爱我妈 所以把他视为亲生 但是他恨我 在我贡献出齐带血后 他就迫不及待地想掐死我 因为只要我活一天 他就是街坊邻居眼中的活王八 童年时 我辗转生活在以外婆家为主的几个亲戚家里 像个没人想要的破皮球 更像个烫手的烂山芋 只有哥哥住院时 他们才会想起我 带我吃一顿平时吃不到的洋快餐 给我买一到两件新衣服 然后把我带到医院 用老长的针头刺进我的血管 用锋利的手术刀划开我的皮肉 在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后 我就又变成了人人嫌弃的破皮球 烂山芋 在我看来 我妈对我哥病情的叙述 更像是对我的宣判 其实 我早就知道 我是为了救哥哥才出生的孩子 与其拐弯抹角地告诉我哥哥正在经历什么 倒不如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所以 妈明天就去帮你办理休学 你哥的患肾手术不能再拖了 我妈的话音落了 像是审判席上法官重重落下的法锤 她宣判了 她想要我的一颗肾脏 饶氏经历了这么多次 在听到这两个字后 我的心仍然不由自主地颤了又颤 肾脏 是人体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它和血液不同 是不能再生的人体组织 失去肾脏的 我将不再完整 一颗肾脏 极有可能会断送我的一生 妈 您是说 要我给哥哥捐肾吗 我红着眼圈 颤声问道 怎么 我刚才说的 还不够清楚吗 我妈似乎没有看出我的眼泪 语气里满满的理所应当 妈 我还有两个星期就要高考了 如果我现在就休学 我妈没有给我把话说完的机会 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了我的脸上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恶毒的女儿 你哥哥都快死了 你脑子里竟然还想着你的高考 妈 那您知道 如果我失去了一颗肾脏 将来会怎么样吗 我顶着迅速肿起的侧脸 不甘心地继续追问 人有两颗肾 捐一颗你又不会死 矫情什么 我妈语气欲冷 仿佛对面的我是个 无理取闹的叛逆少女 我是不会死 可是有了我这颗肾哥哥 真的会好起来吗 啪的一声 我妈又朝我狠狠甩了一记巴掌 两记巴掌叠加 我昨儿有一瞬间失聪 口腔里一片心田 该死的贱丫头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愿不愿意 我咽下口中的心田 沉默地闭了闭眼 缓缓开口道 不愿意 方婷婷你 似乎是被我气急 我妈捂着剧烈起伏的胸口 爹坐在椅子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好了 就知道 这白眼狼永远养不熟的 继父抽完了 最后一口香烟 温柔地拍了拍我妈的肩膀 放心吧 我有办法让她同意的 说完 她慢悠悠地起身 解下了腰间宽厚的皮带 继父的皮带 一直是我童年时期 挥之不去的噩梦 从小到大 只要我做出任何 她认为是忤逆的事情 她就会对着我 抽出这条皮带 不抽到我遍体鳞伤 磕头求饶她 绝对不会停手 比如没有按时 为她端上早饭的时候 比如没有在第一时间 把她的皮鞋放回鞋架的时候 比如在她叫我野种 我没有答应的时候 我妈和继父是彼此的初恋 因为某些原因导致分手 又在我妈离婚后再续前缘 继父一直对哥哥视如己出 如果不是因为哥哥突然患病 她和妈妈一定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一家四口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 她没有办法怨恨从小带大的孩子 也不忍心责怪深爱的女人 所以她只能恨我 也许是出于一辈子 没有给我继父生下孩子的愧疚 我妈让我随了继父的姓氏 也一直默许继父对我的暴力 有时我身上的伤痕被外人发现 她还会帮着继父一起遮掩 以维护继父这个大学教授 在外人面前的高大形象 在所有人眼里 她都是个慈爱又大度的继父 而我却是个离经叛道 让她无比寒心的养女 没有人知道 在我月经出巢的那个晚上 她曾经用这条皮带把我逼到墙角 让我替我妈给她生个孩子 我摇头不肯 她便扒光了我的衣服 让我嘴里叼着卫生巾 站在浴室的脸棚头下淋冷水 任由鲜血不断在我的双腿之间涌流 直到我崩溃地跪在地上 向她磕头 承诺我成年之后 一定会替我妈给她生下一个儿子 在我成人的这个晚上 继父的那条皮带 到底还是因为抽我抽得太狠 而彻底断裂 她扔了皮带 温生开口 语气里充满了学者的斯文 明天 愿意跟你妈妈去医院了吗 我被打得瘫软在地 台梅看着我妈 用几乎绝望的口吻问道 妈 如果下次哥哥需要一颗心脏呢 如果我死了 你们还会再生下一个孩子 供养哥哥吗 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 继父卷起袖子 将桌上的蛋糕 狠狠碾碎在了我的脸上 回答我 你愿意明天和你妈妈一起去医院吗 心脏收缩着剧痛 我平静又机械地点了点头 我能先去洗个澡吗 此时此刻 黏腻的奶油 糊了我满脸 我什么都看不清了 满嘴都是廉价的糖精味 我想 这应该是蛋糕店里 最便宜的那款吧 看啊 哪怕是想要 换走我维持生命的东西 成本也必须压缩到最低再低 去吧 洗完了澡早点睡 明天和妈妈一起去医院 见到我点头后 我妈一如既往地 无视了我满身的伤痕 欣慰地靠在了继父怀中 浴室里 热水浇在我伤痕遍布的背上 血痂混合着打破的油皮 一起被冲洗下来 在我的脚边汇聚 像极了十三岁那年 那些止不住的污血在我身下阴晕回荡 形成让人恐惧的漩涡 身为子女 对生身父母总是抱着一片赤诚 今天之前 我也曾在无数寒心和失望中燃起希望 我期待我的母亲是爱我的 也期待着她有一天能放下执念 但今天之后 希望幻灭 心如死灰 我的妈妈 从来没有拿我当作子女 我只是他们为哥哥准备的移动器官库 为了哥哥随时牺牲 就是我生来的使命 我从浴室出来的时候 客厅已经空无一人 我妈和继父已经回房睡了 留下的只有凌乱的餐桌和满地的奶油 我拖着一身剧痛 沉默地收拾着客厅里的狼藉 我习惯了 这十八年来 无论我住在哪个家庭里 都要主动承担所有家务 否则就是当闲人 吃闲饭 放在餐桌上的手机屏幕忽然亮起 我扶着拖把点开了接收消息的红点 映入眼帘的是一串跃动的蚊子 是我哥发来的消息 婷婷宝贝 成人礼快乐 随着消息来的还有一笔五百元的转账 快高考了不要紧张 多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握着手机 我的本想和往常一样 用个傻雕搞笑的表情包来 掩盖我这一晚上生死历劫的狼狈 可手指落在屏幕上 却缓缓地打出了一行字 哥哥 对不起 点击发送后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点动手指 在屏幕上打出了一片密密麻麻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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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静的午夜 黑沉沉的客厅里 唯有手机屏幕上微弱的西光照出 少女无声的崩溃 屏幕对面的那人 是我真正意义上同父同母的哥哥 他大我八岁 是这个家里唯一对我抱有亲情的人 父母在我身上搜刮血肉供养他 他却从来没有觉得那是理所应当 他是个病人 却永远都在竭尽所能地关心我 我怨恨我妈偏执的母爱 憎恶继父残忍的虐待 可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些怨念归咎到哥哥身上 他是世上和我最亲近的哥哥 如果我的存在真的能换来他的健康 我甚至会觉得无比骄傲 可是我的存在偏偏只能让他的生命存续 然后余生都在病床上苟延残喘 记得五岁那年 我第一次为他提供骨髓 因为看见临床的小患者 手背上密密麻麻的针孔 我害怕了 躲在病床上瑟瑟发抖 哭得满脸都是鼻涕 十三岁的他 用埋着滋留针的手牵起我 带我藏到了医院的天台上 他用同样瘦弱的身躯抱着我 一遍又一遍地安抚着我 乖婷婷 你别怕我们再也不去打针了 那时我们天真的以为 只要我们躲过了那天护士的推车 就再也不需要被推进那间冰冷的手术室里 但是我们还是被带了回去 虽然我们两个人嘴上都倔强地 高声喊着不愿意 可呼吸式麻醉面罩 还是很快让我们陷入了安静 那时候的我们都上未成年 我们的一切都只能根据监护人的意愿 因为妈妈的执念 作为公体的我和受体的他 实际上都是痛苦的 今晚的反抗是为了我 也为了他 只可惜这场抗争 我终究还是失败了 我只能用满瓶的对不起来向他宣泄 帮不了他也帮不了自己 泪水短暂地爆发 最后归于平静 我开始着手撤回刚刚弹出屏幕的消息 试图把我碎裂情绪的像满地的劣质奶油一样 打扫干净 对话框上 正在输入的字样正在闪动 在我撤回到倒数第三条消息时 哥哥的回复传了过来 乖婷婷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你是你自己 你不需要为了任何人的生命负责 今天是你的成人礼 过了今天你就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庸 我的乖婷婷长大了 想做什么都可以了 喝酒 打架 熬夜 蹦迪 什么都可以了 那谈场恋爱行不行啊 我举意反三 不 行 哥哥的语气斩钉截铁 不行两个字后面挂着一大排愤怒的表情 隔着屏幕 我突然破涕微笑 发出了那张我本想发送的沙雕表情包 几秒钟后 我哥回复了我一张病房门外的照片 到哥哥这里来吧 哥哥还有东西想送给你 转天清晨 我妈是在市立医院的病房里找到我的 我坐在陪护的沙发床上 正在给我哥刮着胡子 病床旁边的床头柜 还放着两碗吃了一半的馄饨餐盒 方婷婷 你知道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吗 你在你哥哥这里怎么不告诉我 还有 谁允许你给你哥哥吃早饭的 你知不知道你们两个今天有多少检查要做 母亲意料之中的暴怒 没有让我停下手中的剃刀 直到刮进了我哥脸上所有的剃须泡沫 又用清水擦了一遍 这才端起脸盆架上的镜子给人递了过去 嗯 很精神吗 哥哥满意地点了点头 又转脸看向母亲 妈 好看吗 我妈迟疑了一瞬 幅度极小地点了点头 嘴里仍是抱怨 陈陈 妈知道你这些天心情不好 可是换肾手术毕竟是大事 你怎么能 停停 去请你周哥哥他们进来吧 我搁正了正病号服的衣领 又扯了扯扑平的被单 庄重的像是在我妈亚裔的目光中 我带着几个高大的男人走进了病房 他们有的扛着摄像机 有的举着收音器 为首的那个拿着手持麦克风 阿姨您好 我叫周恒 是何臣的高中同学 现在是都市新闻报的记者 今天是何臣邀请我来为他做个采访的 周恒礼貌地向我妈鞠了一躬 说明来意 周 周记者 众目睽睽之下 我妈不好发作 只能勉强扯出一个笑容 采访的话 尽量快一些 陈陈还有检查要做 周恒点头 转头让人架好了机器 我哥温柔地看了我一眼 转而开始了他的自我介绍 我叫何臣 今年二十六岁 二十年前 我患上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我的妈妈为了拯救我的生命 生下了我的妹妹方婷婷 这十八年来 妹妹无数次为我输送血液 捐献骨髓 但她却从来没有得到她应得的关爱 昨天晚上 哥哥把我叫到了她的病房 让值班护士替我处理了伤口 又联系上了她做记者的老同学 虽然哥哥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 她今天要做的事 可当哥哥真的在镜头前 字字吭腔地说出 这十八年来发生的一切时 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红了眼眶 这十八年来 她没有自己的生活 没有自己的朋友 没有父母的疼爱 吃着苦药 挨着穿刺的苦痛 活得就像是个为我陪葬的祭品 现在她已经成年 即将开启新的人生 我的母亲和继父 却依旧强硬地要求她 为我献出一颗肾脏 为我这样一个将死之人 献出肾脏 何臣 你闭嘴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母亲被哥哥的话刺激得不轻 她无状地揉乱了自己的头发 狠声怒斥 母亲赤红着眼圈 近乎发疯的样子 几乎让哥哥不忍直视 但是她很快又坚定地抬起头来 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些话从我十三岁的那年就想说了 那天我和妹妹为什么会逃走 您真的不知道吗 你 你这孩子 看着哥哥苍白到几乎透明的脸 我妈怎么也说不出责怪的话 她的矛头便又一次指向了我 方婷婷 一定是你对不对 一定是你 是你不愿意给你哥哥捐身 所以才威胁她这样做的对不对 原来 人的大脑 真的存在一种强大的回避机制 一件事只要不想面对 就会选择性地归咎到别人身上 妈 您知道这件事和婷婷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激动过甚 哥哥咳了几声 她趁机清了清嗓子 继续说道 你知道在病床上被困十八年的滋味吗 你知道排异反应产生的时候 我有多痛苦吗 您以为我不知道 您为了求我生父 借种给你 是跪在地上磕头的吗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带着 对所有人的负罪感活着 难道我活着的意义 就是忍着病痛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我所有的至亲 都承受痛苦吗 你活着是为了陪妈妈呀 妈妈十月怀胎生下了你 你不能就这样扔下妈妈呀 你不能啊 大受打击的母亲似乎有些恍惚 摇摇晃晃地扶着临近的墙壁 婷婷也是妈妈的女儿 也是妈妈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难道她的人生就不是人生了吗 陈辰 你怎么能这样和你妈妈说话 你实在太让爸爸失望了 哥哥话音刚落 继父从外面走了进来 继父和在家中一样 温柔地将母亲圈在怀里 任谁见了都会说 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 该有的样子 爸 你也让我很失望 哥哥看了一眼 从小抚养他长大的继父 转眼就对着摄影师的镜头 无比郑重地开口 我接下来要实名举报 我的继父方伟业 东方大学积电系教授 长期家暴季女方婷婷 并办有猥亵行为 我现已为方婷婷申请伤残鉴定 何臣 你疯了吗 你是不是疯了 老子对你不够好吗 你竟然敢说这样的话 在外人面前 一向温柔斯文的继父 撕破了脸上的伪装 他松开了怀中的爱人 冲到病床前 抓起了哥哥的衣领 方伟业你干什么 放开我儿子 母亲几乎是在哥哥 被抓住领子的瞬间 就冲了过来 和继父扭打在了一起 手持话筒的周恒 也被波及 被迫加入了这场混战 安静谢 这里是医院 被喧闹声吸引过来的护士长高升 阻止了众人之间的冲突 脸上被抓出血痕的继父 最先停了手 捂着脸上的伤痕 转身快步走了出去 剃头散发的母亲 也愣在当场 片刻后 还是朝着继父的方向追了出去 父母走后 哥哥叫住了周恒 兄弟 这些采访视频 请一定要帮我发出去 拜托你了 放心吧 一切包在我身上 众人离开 病房里安静了下来 我收拾了床头柜上的外卖盒子 又给哥哥喂了些温水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忽然觉得很累 我拂在哥哥床头 双眼无力的一张一盒 骨节分明的大手 抚上了我的头顶 温柔的脚揉着发丝 乖婷婷 原谅哥哥只能用这种方式 才能护住你 若是法律上难以约束 那么就只能利用舆论了 乖婷婷 你可以安安心心地去参加高考了 看吧 哥哥都说了 有哥哥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泪眼婆娑地蹭着哥哥的手掌 咬唇问道 哥哥 你会死吗 微凉的手掌 陡然顿了一顿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细碎地颤抖 会 可是 哥哥也不会疼了呀 哥哥 我可以救你的 我一直都可以救你的 我抓着哥哥的手 死死地不愿松开 那一刻 我好像突然理解了母亲的偏执 哥哥已经脱你的福 又多看了十八年的太阳了 不能再那么贪心了 哥哥不想做个不完整的人 你也要完完整整地去享受 你的一辈子 我哭得双眼通红 刚想张嘴再说些什么 哥哥却突然抬手在我脑门上敲了一下 你今天还有课对吧 别以为你成人了就能逃学了 快擦擦眼泪 回去上学 高考结束之前不许再来看我了 三天后 哥哥的采访视频 在各大卫视 极短视频平台同步播出 舆论瞬间就把我们这个奇怪的家庭 推到了风口浪尖 有人说我和哥哥是被父母打着爱的旗号伤害的孩子 还有人说我和哥哥是白眼狼 丝毫不顾父母的苦心 有人唾弃我继父的狠毒 也有人称赞我继父的大度 有人歌颂我母亲的母爱 也有人嘲讽我母亲有被人伦 潮水般的舆论甚嚣尘上 人人侧重不同 声音也自然不同 但是 无论是哪种舆论 带来的结果 都是相同的 哥哥不需要再做过度治疗 只用基础药物维持就好 继父被停职调查 再也没有机会拿起那条沉重的皮带 我也可以安心参加高考 再也不必把身上的器官贡献给任何人 学校甚至给我安排了免费住宿 住宿期会一直持续到我前往大学校园报到的那天 校领导和老师和哥哥一样 把我保护了起来 无论是想来采访我的记者 还是想继续说服我捐身的母亲 都被校园保安挡在了门外 我在哥哥搅起的舆论漩涡中安稳抽身 一门心思地抓住了最后冲刺的机会 这个机会来之不易 是哥哥倾尽所有为我争取来的 我一定不能让他失望 两周后 高考如期而至 哥哥特地从医院请了一个半小时的假 换上了准备已久的西装 在考点门外为我送行 他说 我可是九八五毕业的 你说什么也不能太差 我信心满满地告诉他 你妹妹可是清北的苗子 绝对不会给你丢脸 哥哥笑了笑 朝我包里塞了一张存折 这里面存着你出生后 我所有的压岁钱 还有我成人后所有兼职赚到的钱 随便你拿去做学费 还是当嫁妆吧 我把存折朝他的方向 推了回去 等我考上了北大你 再把这个给我吧 现在 给我是不是太早了 不早 反正我相信我妹妹一定考得上 说完 她拉着我自拍了一张 快进去吧 我该回医院了 考试不许分心 考上北大再来看我 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我迫不及待地冲到医院病房 看到的却是哥哥的身体 被白布覆盖的一瞬间 哥哥的病床 跟前挤满了人 家里我认得出的亲戚 几乎到全了 妈妈扑在哥哥身上 哭得撕心裂肺 激进昏厥 只不过扶着他的人 已经从继父变成了舅舅 采访视频发出的第二天 继父便向他提出了离婚 他平静地选择了净身出户 自此一门心思地 守在哥哥的病床跟前 妈妈的前夫也相当罕见地到了现场 站在人群最外围大声打着电话 确定着后天葬礼结束后的菜单 我名义上的继母画着精致的妆容 事不关己地搂着自己刚上小学的二胎女儿看动画片 我眨眨眼 围在哥哥身边的所有亲戚 似乎都消失了 我只能看见哥哥盖着白布的身子 安静地躺在那张孤零零的病床上 我抱着刚刚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亮亮呛呛地扑向他 拉起他带着余温的手掌放在了我的头上 哥哥我考上了 哥哥你看看我 失去灵魂的肉体 再也无法给我回应 哥哥最后一次住院 我就知道他的肾衰已经严重到不可逆转 他的离开是必然中的必然 可我当真看见了他的身体被附上白布后 我依旧觉得猝不及防 心疼得难以附加 方婷婷 你少在这里惺惺作态了 你哥哥死了 你如愿了吧 亲妈带着悲怆的眼泪狠狠地戳了下我的额头 恍然惊觉 我以最快的速度从悲伤中抽离 站在了我所有亲人的对立面上 压在哥哥身上的录取通知书 因惯性滑落 我一愣 当场被母亲抓住空档 抢先一步将录取通知书捡了起来 呵呵 害死了你哥哥还想心安理得地去读大学 我告诉你 你想都别想 说完 母亲甩下了录取通知书的纸板封套 谢愤思地将通知书圆剑似的粉碎 周遭的亲戚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拦 好像我妈对我所有的发泄都是理所应当 从今天开始 你一辈子都要留在我身边 一步也不许离开 你要给我赎罪 你要给你哥哥赎罪 看着母亲的疯狂 我忽然明白了 哥哥为什么要在高考前就把他全部的积蓄交给我 他走了 但是他给了我能随时出走远方和所有人对立的底气 我环视了一圈母亲和每个亲人脸上的表情 冷淡地仰起嘴角 你们该不会以为没了录取通知书 我就不能去上学了吧 录取通知书碎了 哥哥走了 我前十八年的宿命也该结束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病床上的哥哥 转身走了 婷婷 一声尖锐的哭喊从脑后向我砸来 我驻足偏头 看见的是跪在地上垂胸痛哭的妈妈 婷婷 你别走啊 你哥哥走了 妈妈只能指望你了呀 婷婷 你不能那么狠心地离开妈妈妈呀 我停在原地 脑海中似乎听见了哥哥的声音 听听 你要为你自己活着 你不是任何人的附庸 伴随着哥哥温柔而坚定的声音 十八年作为宫体的生活 不断在脑海中反复上演 如果成人里的那天晚上 母亲没有选择默许继父的暴行 如果母亲没有在所有人面前 失控地撕烂我的录取通知书 如果母亲能在我无数次痛哭绝望的时候 看我一眼 我想我都会在这样的时刻 选择回到她的身边 但现在 我很清醒地知道自己对于母亲的意义 哥哥活着时 我是哥哥的宫体 哥哥去世后 我是妈妈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在所有人异样的目光和稀疏的耳语之中 我还是走了 头也不回地走了 开学那天 我独自一人背着行囊 站在了北大的校园门口 我面带微笑地掏出手机 习惯性地给哥哥发了条微信 哥 我今天来报到了 等我收拾了行李 带你去看看北大拿索食堂 好吃怎么样 哥哥走后 我习惯了朝着这个 无人回复的聊天界面 事无巨细地分享我每天经历的一切 小到一日三餐 大到专业选择 兼职时碰到了什么奇葩客人 同事姐姐又给我带了奶茶等等 我知道哥哥听不见 但是我还是想告诉她 我过得很好 收起手机 我大大的伸了个懒腰 刚想拽着行李箱走进校园 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发出震动 我站定点开 收到的竟然是哥哥的回复 行李多不多呀 要不要哥哥帮你拿呀 我激动地 险些把手机摔在了地上 好不容易拿吻之后 却怎么也打不出成形的句子 一会儿想吃什么 哥哥带你去吧 我忙忙地想问对方是谁 慌乱中 却点上了语音连线 想不到对方一秒接起 你 你是谁呀 我略显生硬地对着电话那头 问了一句 你回头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我寻声回头看去 只见先前哥哥的好友周恒 正举着哥哥生前用的就手机 就站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 周 周哥哥 小傻瓜 刚刚是不是吓到了 周恒挂断语音 借着我们两人之间的身高差异 揉了揉我的脑袋 不停安抚着我 方才地局促 是你哥先前拜托 我要照顾你的 所以这个手机 也一直是我拿着的 什么 我顶着被周恒揉乱的脑袋 猛地抬起头来 那 那我每天发给我哥的那些 嗯 基本上都看到了吧 周恒相当诚恳地点了点头 不然我怎么知道 你今天来这里报道 那你怎么不早些告诉我呢 如果我早知道 就不会发给你了 我的脸颊 迅速窜上两道飞红 时至今日 我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 到底什么叫做射死 如果我早告诉你 你还会让我来陪你吗 周恒说完自顾自地 拉起了我的行李箱 好了快走吧 一会儿带你去吃好吃的 大学的校园生活忙碌而顺利 我加入了喜欢的兴趣社团 参加了各种心仪的比赛 交到了许许多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周恒像是活过来的哥哥一样 是无巨细地照顾我 只要他工作不忙 就每个星期都会到我的城市找我 寒暑两家 他也常常带我去他家蹭饭 周恒说 他父母一直想要个女孩 所以在我第一次登门时 周母就给我准备了一间 与年龄不太相符的公主房 我也在我已经成人的年纪 体验了童年时期 才应该有的待遇 我再也没有回过我亲妈的那个家里 在我读大学的最后几个月 我妈每天都会疯狂地联系我 问我想吃什么 想要什么 缺不缺钱 在我一一回绝之后 他联系的次数也逐渐少了 后来的一天 他拉黑了我 因为他和已经被降职调任的继父复婚了 并且向所有的亲戚放话说 他还不到五十岁 六十岁之前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 为继父生下一个属于他的孩子 至于我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他不会在正眼看我一眼 周恒在得知这件时候 特地请了年假带我出门散心 所有关心我的人都以为我会难过 但是那个会因为母亲不爱 而崩溃绝望的女孩 已经被碾碎的蛋糕 彻底留在了十七岁的最后一天 大学毕业三年后 我在北京买下了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接受了周恒的求婚 但是没有举办婚礼 周恒的父母知道我的身世 对于我不愿办婚礼 这件事也表示理解 我和周恒领回了结婚证后 开始盘算起了我们的环球旅行计划 我的梦想是替哥哥看遍这世上的风景 周恒的梦想和我差不多 成为记者前 他最想做的就是能环游世界的摄影师 我25岁生日的那天 周父周母为我准备了足足三层高的生日蛋糕 梦幻的马卡龙配色 装饰着长着翅膀的天使 比起18岁那个寒酸简陋的蛋糕 漂亮了不知多少倍 周恒准备的礼物是两张前往坦桑尼亚的机票 正值动物大迁徙的季节 把这里作为我们环球旅行的开端再合适不过了 我双手合十 真诚许愿 希望我能长长久久地这样幸福下去 蜡烛刚被吹熄 饭店包间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衣着寒酸 外表窘迫 头发灰白的女人 扑通一声跪到了我的面前 我足足正愣了一分多钟 才反映过来 眼前这个看起来 已经六七十岁的女人 是我刚刚五十五岁的亲妈 听听 妈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不能不管妈妈 不能不要妈妈呀 在亲妈声泪俱下的讲述中 我才知道她又离婚了 当年她和继父再婚后 继父便不负当年温柔 对她动起了当年砸在我身上的皮带 她被打得受不了了 再一次选择净身出户 逃死地跑到了我的身边 把我当作了她最后的救命稻草 看着母亲那张苍老憔悴的脸 我伸手想扶她起来 周母从背后拦住了我 把我交给周恒护着 她亲自弯腰扶起了我妈 一字一顿地说道 婷婷是我们一家的宝贝 我们不会让你成为她甩不开的累赘 在我和周恒登上飞机的那天 周母给我妈在城郊找了间干净的出租屋 又留下了一笔足够她度过余生的生活费 余生她都会平静安稳地生活 只是再也与我无关